简易之下在路易的严厉看守与照顾下 表面上看惊吓像是被压迫看管的那个 这也不许 那也不让的 也正是因为这些条条框框 加上圆母和玲玲的细心照顾 惊吓的月子做得很好 连带着之前的气血布交问题都缓解了不少 这才生产完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如今的惊吓不仅是面色红润了不少 近期的各项进步之下 原本有些小圆的脸蛋 倒是越发的圆乎乎 谁是可爱 路易游记得自己出狱后 走出大门看到那个朝着自己奔来的姑娘 那时的面色苍白与雷若身躯 路易除了心疼更是此生难忘 这一年多的细洗调养 贴心照顾与头位 终于见到了成效 自家夫人身康体健 路易自然是欢喜得很 将她养好 养胖便是她的动力 傍晚时分 下之后走出北镇福斯的路易 特意去了弗莱楼 熟练地爆出惊吓爱吃的几个菜品打包 刚走到门口 想起她为了下奶府上的汤都快喝腻了 又打包了一份翠花鱼汤带上 沿街路上 看到有挺多买金局的小商贩 也买上了一些 毛海中小巷 让她吃这些时候的开心样子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淡淡的笑容 一直跟在身旁的层服 看到这般模样的路易 心里不禁感叹 自家大人是真的变了 尽管说多年前路易刚跟惊吓在一块儿时 她就有这种感觉 却远不如现在的感触大 如今的路易 不止人变得温和了 整个人也充满了烟火气息 这是从小与她一起的层服 所没见过的一面 为何一直这样看着我 路易察觉到层服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 难不成自己身上有什么吗 属下就是觉得 现在的大人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您对夫人这么好 也真是她的福气了 层服有些憨憨地说道 路易淡淡地笑了 也不再是冰冷的模样 而是开口同层服说道 你打小与我一起长大 有这种感觉很正常 我与惊吓经历了那么多 你也看在眼里 其实说起来 该是我有福气才对 难得听到自家大人跟自己说这么多 是啊 路易与惊吓的一路走来 她层服都在看在眼里的 您和夫人的感情 是很多人所羡慕不来的 这是层服的心里话 他们二人能为彼此做到的那些 层服不敢想象如果放到自己身上 又会是如何的一个处理结果 羡慕不来吗 她只怕自己给惊吓还不够多 路易笑了笑 补充道 层服 如果哪一天你有了自己喜欢的姑娘 一切就会明白了 不过 每个人选择过的生活都不一样 根本无需羡慕他人 自己喜欢的姑娘吗 层服与路易年纪相仿 细算的话 也不过小她一岁不到 有时候看到如此幸福的路易和惊吓 她有时也会想 自己会喜欢上一个什么样的姑娘 是不是也会过得如同他们二人这般幸福 路府门口 路易远远就看到了来回晃悠的姑娘 让许久没有被她等待的路易 嘴角不自觉的上扬了几分 惊吓 大人你回来了 还是那个脆脆甜甜的小云雀 嗯 怎么还出来等我了 喜不自生的路某人若是能够猜到惊吓的回答 只怕就不会这么问了 朋友和生儿睡着了呀 我就想着大人今日没有说要应酬 这个点差不多该到家了 就出来看看 还就真的碰到了大人 闻言的路易 果然不动声色的嘴角瞎压了几分 原来他不是特意等自己 只是两个小家伙睡着了 他出来打发时间 碰巧的遇到了 咦 大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惊吓注意力在路易和层服手上拎着的东西 没有察觉到路易的哪一丢丢不高兴 倒是满脸雀悦的望着路易 都是你爱吃的 走吧 进屋吃 看到他的笑脸 路易的内心很快便得到了治愈 不管是不是特意等他 能在回家的第一时间看到他 自己就满足了 都是给我买的吗 是 都是特意给我家夫人买的 路易将东西放到桌上 伸手捏了捏他圆乎乎的脸颊 嗯 手感挺好 还可以再多吃一些 注意力都在这些吃的上面了 惊吓也没有察觉他心中所想 不过为了表示自己的感谢 在失去的层服离开后 大人对我真好 说吧 给路易倒了一杯茶水给他 快速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坐到一边的椅子上 开始捣鼓刚买回来的金桀 笑得一脸满足的路易 只觉得这姑娘表达情感的方式 真是可爱得很 好吃吗 嗯 好吃 酸酸甜甜的 吃得一脸满足的惊吓 喂给他吃 大人 你也尝尝 还是有些凉 你可不能贪吃 不然下次就不买了 我晓得的 我说